今日第36届东京电影节开幕式红潭 张艺谋 蒋晴 吴磊 赵涛等人纷纷亮相 导演张艺谋将领取终身成就奖荣誉 以认议 蒋晴晴 吴磊同框和影像 只见吴磊一身黑色虎边西装 戴着蝴蝶结领结看起来很是帅气 蒋晴晴黑白长裙看起来优雅又美丽 值得庆祝的是张艺谋获得第36届 东京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荣誉 作为至今仍高产的国师张艺谋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 要知道张艺谋今年已经73岁了 这么大年纪还一直在探索电影 真的很了不起 这次电影节 评委西班牙导演阿尔伯特·塞拉 日本制片人 国师瑞慧 越南制片人 Tranzy Beach Gawk 中国演员赵涛亮相红毯 还有许多电影剧组也纷纷亮相电影节 例如三级彩花写新片反击少女剧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